明明到了出口不往前走 还立刻折返下楼 民众发现异状赶紧把眼镜男拦下来 一群大学生有人帮忙抓住男子 有人小跑步往前追 叫住一名穿短裙的驴子 完全没发现偷拍色狼就在身边 被害人回到捷运站了解状况 直见嫌犯手里拿着一个GoPro 里面满满偷拍影像 民众报名报警 严静男当场被一线刑犯逮捕 台北捷运中校动画站 29号晚间6点多出现偷拍狼 37岁的流星女子穿着米色短裙 从站内一路被尾随到出站 嫌犯紧跟在他后面 手里拿着GoPro往群底方向靠近 一旁人来人往完全不怕被发现 嫌犯是38岁的消息男子 目前正在就读在职专班 过去就有偷拍前科 这次警方在GoPro中发现 还有一百多个影像 粗估有数十人受害 嫌犯辩称因为没朋友才会偷拍 被害人表示难得穿裙子出门 没想过会遇到偷拍狼 幸好这回热心大学生和警方 合力抓人 对偷拍行径不顾惜 TVG的声音 叫木槿玉琪特别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